今天就是要講SoulState 這題目叫做停止憂慮不斷殺 然後因為等一下接下來的投影片裡面會有一些超連結 所以大家如果有電腦的話可以去抓一下投影片 然後裡面有一個用那個Macron 就是已經設置好的一個SoulState的範例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 拆培點PYD下來 這網路有點慢 你剛剛不是跟我說網路很快嗎 可以 然後 然後我叫Vinta 然後就是各位如果有在用Twitter 可以發抖一下 大家找找朋友 然後 我現在是在StriVoice 就是擔任WebDevelop 然後就這樣子 StriVoice也很少嘛 就是PY要走一下 就是現在很流行嘛 全端空間是 偶爾連那個Mobile都要寫了 其實有點慘 然後我就一開再講之前大家 欸 欸 真少想 換了 你先來 對 對啊 對啊 再不要 還要再零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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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再解決 那現在解決就解決了 就是 這裡有沒有死過PHP 是嗎 算是PHP任務委員 在網路上被大家幹的很慘 大家知道PHP最棒的時候 就是Depoit 你就把檔案包一包 丟到SERV上面就可以跑來 雖然Python很好 可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公司是 是用Jingle 你知道嗎 Jingle的Depoit 其實 真的 一開始 你知道 就是在 假設我們把Depoit 自己去 航海 在衛大航道的前半段的時候 我們是用這種方式的Depoit 假設我們一台資料庫 然後現在Web 可能還有一台 裝了Invencache 或者是做search 我們要先SS上去 然後 AptGate 安裝一些網路 對不對 然後到另外一台 再AptGate上去 這是一開始 大家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是用這種方式的Depoit 雖然Python裡面有Fabric 當然應該也都會用過Fabric 對不對 但其實它終究 還是在寫Share Screen而已啊 你知道 在 如果 我們一直 現在網路這麼的顯惡 你看現在整個大陸那邊 他們的網路也已經 幫我們甩了 八條接二 對不對 如果還在用這種方式 在Depoit 應該不行啊 不要說鬼大航道 連 鐮島塞可能都散不去的 所以 大家都知道 在鬼大航道後半段 就是 被重回新世界的地方 也有四個 居民天下的 海的 大家都應該看到海的網 這麼一個工程師 沒有看到海的網 錯不過去啊 在Depoit 今天也有四個 大概就是這四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有填過 因為那個 エッセンバー可能比較新 但是 那都不重要 反正我們今天要講的 South State 如果等一下有人要問我 為什麼不用 另外三個 就不要問 因為那時候 就是 被你出關指派 所謂South State 他其實其實在做這兩件事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還有remote execution 但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雖然講他很厲害 好 但他其實就是幫你一鍵 部署 把你的程式啊 檔案丟到各個 各台色二檔 然後他的架構 啊 先把他架構 假如我們現在要 逛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個 web service 就要有這些層面 第一層就是 硬體嘛 那可能是AWS EC2在做的事 他們可能就是 弄一堆機器 可以上去開 然後還有第二層 就是 開一些VM 開一些E4Q 或是Windows上面的機器 接下來 你要再上去 安裝一些文維啊 然後設定一些 他的Configuration 還有 什麼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South 那個South State 可以包辦 在前面這 三層 但其實 第二層那個 其實South State 他有另外一個外掛 叫做South Cloud 他就是可以用 他一般發好的 很多EC2的API 或者是Leno的API 他也可以直接 開一台 跟他機器 或者是換 機器 所以這幾層 其實South State 都能用到 這個底下我們就 不要管 那 那South State 可以做到 什麼樣的事 其實你只要用 可能來做到的事情 他都能做到 對Developer來說 沒有可能來做不到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 以前很小的時候 很迷 卡梅萊 我還用過卡梅萊 來看YouTube的影片 他是用把那個 影片 裁成那種 那種 他媽有病 那為什麼要South State South State 你知道 大家應該有看過 網上很流行的影片 你知道 城市設計師的格言嗎 他應該都有影片 裡面有提到嗎 唯一不產生Bug的方式 就是什麼 就是不寫成字 所以South State 其實不像Fabric那樣 你要寫一堆 或者是 要一堆放學圖 它其實就是一堆 YAML的格式的檔案 然後它的文件 其實還挺完善 當然不可能跟 建構那種 文件怪物比在 所以它其實 後端是要 Python寫的 所以大家如果 喜歡的話 可以看看他們的South Code 雖然我是不想看 不覺得看別人的South Code 很煩 應該沒有人想看別人的South Code 然後這兩行是 如果有人真的忍不住 想要馬上玩一下 的話可以去安裝 因為它South State 分成兩個角色 一個是Master Master就是 和Mini Mini就是那些 你要Deploy的那些機器 你要在上面裝 Mini South South Mini 然後在Master上面裝那個 然後你就可以在Master上面 控制 這些你要Deploy的機器 他們要做什麼事 就像剛剛講 然後他們之間是用 Zero 和Q在溝通 而不像其他的 那另外的 三個字 他們是 好像是用 X X 在溝通 然後計算也有幾個 South State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東西 大家需要先知道 因為Module Module 其實 其實就是一堆 Python的 Function 大概就是長這樣 這樣 好嗎 但其實你在 真的 大部分的時間 你不會直接用到 你不 不太可能 因為不太需要直接 呼叫這些方式 因為你會用 State的方式 去寫 但State 我們等一下會講 然後所謂的Pillar Pillar就是有一些 資訊 你可能不方便 直接 就是把它 曝露出來 例如 要曝光密碼 或者API Key 什麼的 可以把它寫在Pillar 那個Down的Demo 可能會 會講到 然後這個 還有一個Grams 它可以 拿到一些 你管用 South State 管理的 機器的一些 資訊 比如說 像 這樣 它可以拿到 像是有一台機器 叫做 HeelsO 然後它可以拿到 那台 機器的 IP 它有 它有 GPU 然後像這些 資訊 有時候其實蠻有用的 比如說 你有好幾台 Web 你要在上面 跑Cellery 你可能 這幾台Web的 機器的 那個 規格都不一樣 有些CPU 比較少 可能就少開幾個 Cellery Walk之類的 你可以用這些 資訊去判斷 然後如果電腦的話可以直接看一下這個 它裡面就會講 那個 South State 內建的一些 你可以直接用的 State 那麼講今天的 造型 就是State 它其實是在定義 所以 你 用South State管理的每台機器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狀態 比如說 要在上面安裝什麼樣的軟體 要跑哪些服務 然後它其實就 剛剛講 它是用YAMO share 大概就長成這個樣子 雖然乍看之下 有點 奇怪 下面這個列寶 第一行 這裡 這裡 第一行 它其實就是這個State的名字 曾經這個ID 你可以隨便亂取 然後第二行就是 先講一下這個State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把 在 South Master上面的某一個檔案 你事先寫好的 因為 寫好的那些 Configuration的檔案 放到 丟到South Master上面 然後 它會負責 把 你看 這麼 也有多少機台DB 它就負責把 相對一個檔案 丟到 你指定的那些機器上面 然後 它 一開始 內建的這些State 它可以做到 是你幾乎 幾乎 幾乎 讓你平常 跑一個Service 需要弄到自己 它都幫你寫好 所以 像有一些State 叫MySQL Database 它其實就是 像剛剛那樣的寫法 然後 你可以直接 就這樣寫 定義好 你要在一頭 拿幾台Service 上面開Database 然後它的名字 或者是 Database的User 都可以直接這樣開來 那可以 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你們剛剛有講到嗎 因為 像這些檔案 就是一個一個的State 它是放在那個 Soak Master上面 這個 因為這個檔案 就跟 裡面那個 等一下它Demo的 那個環節是一樣的 比如說 像 這個 對 我們先講 前面那個 有一個檔案 剛剛那個檔案 最底下 有一個 top.sls 它其實有點 類似 所謂的 man function 它其實就是 在上面 定義 假設 你有好幾台 機器 然後每一台機器 你可以幫它取一個名字 可以叫它db 叫它b 叫它web 然後直接這樣寫 在 這些機器上面 的 要跑哪些東西 然後像 CMAS上面 這些 myseql.sever 或是 就是 在這裡 定義好的 一些State 然後它底下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看到 那些 一行一行的 Demo 然後還有 就是它 因為 剛剛有講到 你要現在 每一台 Mini 你要管你的機器上面 安裝 sop.mini 然後要把 sop.mini 的那個 配置 有一個 指到 sop.master 這個db 那 sop.master要怎麼知道 或者是 萬一所有人 任何人只要知道 我sop.master的IP 它就可以把 它的機器指到我 然後我就不小心 把我所有的 機密的程式 都被關掉到 它的機器上面 所以這裡就會先去 驗證 連到這一台 sop.master 用那些機器 那你要不要接受它 然後你 讓 讓你把東西 丟到那上面去 然後它 Deptoy其實就是這一行 不過 因為我們現在 只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 我們可以直接 進那個 Demo 因為這樣講大家 可能沒什麼感覺 可以 太小了 太小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台 用那個 Background 開好的 VM 然後上面裝的是 VM 12.04 就是剛剛那個 Ripple 上面 的那個 配置 就是 大家 可能等一下 或者人家可以自己 也玩一下 不過因為剛剛有提到 那個 Source Day 它 它 最正統的架構 是要有一台 Mask 然後好幾台 命令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不可能 就為了Demo一下 就跑去開 開一台 開一台 Base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 就是專門給你測試用 叫做 Master Base 的模式 就是你只要安裝一台 就在任何地方 可能自己的機器要安裝 那個 Source Minion 然後在那個 在Source Minion的 這個 Configuration 面指令 Master 是 就是這行 然後就可以直接開始 欸 好 看不到 這是第一行 好 我們開始可以先看一下 現在這台機器上 什麼都沒有 只有裝了 Source Minion 好 在底下 倒數第一 這裡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現在假設 可以先來 我們要建立一個 User 然後 我們就可以寫 這樣的 寫這樣的 State 這樣可以看到嗎 可以定義 就是我們要建立的那個User 他的名字 然後還有他的家目錄 就只要寫這樣的齁 然後我們就可以執行一下 然後他就開始做那些 是可以定義的事 然後這裡就寫他已經成功的 一個 唱的一個User 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一個聲音滿出來的 我不用麥克風的話 後面的人聽到 阿算 後面他好像沒有在這邊 謝謝謝謝 那假設讓我們 要做一點別的事 對 剛剛有講到那個所謂的Pillers 就是 應該是我們可以 先定義好一些 先定義好一些 就是 你可以把寫的就是 常數 你可以等一下在State裡面 用 例如 我可能要一口氣 建立好幾個User 那我們 其實可以在State裡面 State裡面用那個 GinGen的那個 Tablet的語法 可以直接這樣寫 有沒有 本來大家都應該都用過 Tablet 就可以直接這樣寫 然後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直接再執行一次 剛剛那一行 Depoint的 有沒有 然後把他修一下 之後臉書要出來 那 不覺得很開心 好大家可以 沒有要體會 當初 一開始 什麼都不懂 每次被 被教訓 Depoint的機器 我就要在那邊 apt-get install 什麼ncs 然後等到忽然 自己 第一次把Sort Sort 跑起來 那種 快感 我以後再也不用做那些密集 那可以有稍微複雜一點的 例子 像是 像是什麼 可以 試試看 直接 安裝 MySQL 然後 直接 建立一些 這套褲 還有兔身 像這一行就是 像這個 pkg 就是package 它其實就是 安裝那些 package 然後像這一行 它可以直接 控制 它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寫法 就是watch 像是 這個檔案 my.cnf 大家都知道 就是MySQL的 configuration 那你改了 configuration之後 不是要 restart MySQL嗎 然後 如果加了這一行 watch 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自動偵測 你自己 改了 configuration之後 它自己會幫你 restart 那個 MySQL 但通常 大部分的情況 都不會這樣用 因為 可能只是加個空格 它就幫你restart了 但這種情形也可以用在 那個 deploy 或者restart 那個 U.SGI 假設你有用 U.SGI 可以 可以 試一下 看會不會真的 建立好 不好意思 我這邊好像往後 可以 直接 進入到 提問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問題 好 要跑一陣子 但是 每一種不同的 服務或事情 其實都有一個 喜好的模組 對啊 所以 有一些比較 common的東西 你知道 是 是的 謝謝 他家有問題嗎 沒有 好 會不會 他沒跑完 但是 大家都有什麼問題 那我在這邊 不是在 剛剛嗎 我問一下 如果你這樣跑 譬如說你這樣跑的話 他會顯示說你修改了哪些設定檔的差異嗎 會 但是 他會 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cleave lead 沒有 因為他每一個state 假設是 file的state 他在這裡 有個change 有沒有 他就會告訴你 改了哪些 就是像git and this的那種方式 只是 因為這個state 他其實 沒關係 用那樣的方式 那你 他其實會 請問一下有沒有那個rollback的方式 rollback的方式 嗯 嗯 那個可能 就得 因為我 我有自己寫了一個module 就得到自己 其實還是做得到 但是你 就得到自己寫 那個module 就是你自己去猜 說假設他 嗯 嗯 因為我現在 比較接近的做法 是我們之前有 有一個這樣的需求 就是 我有一台 就是state的機器 我可能是要測試用 然後我要 depoint 我github上面的那個 report某一個branch 我要可以 就是動態的 depoint不同的branch 那 但他內建 就沒有辦法這樣用 所以你就得要自己 但應該是類似的 能夠到 ok 好 現在可以看到 他已經 建立了 如果不小心的話 他已經建立了 我們剛剛的 新的 資料庫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OK 你們會用自己 架的 比如 kypi 設計嗎 呃 之前有 有在研究過 因為其實 大家有沒有用那個 Travis Di 然後上面去跑車試 跑一次通常都要好久 都要快 跑了快半小時 慢幾乎都是慢在那個 py 去下來 那個 然後他最近 是不是有一個 是不是就是用那個什麼 wheel的工具 對啊 不是沒有用 但是有 之前有 有在研究 所以現在還是 轉過來去包起來 對啊 但就是有另外一個 總是有試了一下 就是把整包包起來 然後就 他就是一個wheel 檔 有人這樣試過 跑一次 其實很快 原本要半小時 現在只有五分鐘結束 可是因為還沒有 正式的 開始討論 開始討論 對 我想請問一下 他那個是不是 每隔多久 會去自動做 Depoint 喔 他有另外一個 功能叫 就是schedule的功能 但他默認不會打開 因為太危險 但你可以 這個是有做到的 就是說要討論為什麼 Mate position 很喜歡 你還記得那個 我還記得你寫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看過那個 Rails Girl的 那個影片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雖然就算 我們不會寫Rails 你也想去寫Rails 你也想去寫Rails 對 就覺得那個影片 數值之高 真的有點後悔 為什麼要寫它 但是錄音要講 其實我之前看過一篇 國外的 就是Developer的 文章 他們有 他們有去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訪問了很多 美國的大學生 或者是 反正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 他們就列出一堆 程式員的名字 他問 那些女人 你喜歡哪個 那些女人 根本不知道 程式員是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 C啊 Java Ruby啊 Python 你知道第一名 就是Ruby 為什麼你不知道 對 因為他就是 他名字 取名字這次就贏了 Python是什麼 滿神 哪一個女人喜歡誰 對 我會不會以為只是一個學團 你看到這邊有人問 我知道 你哪一個 好 大概就這樣 謝謝老師 恭喜 最後 有點喜事旅行 可以 對 對 我到底是開玩笑的 呃 今天就是要講 那個 SourceNet 這題目叫做停止憂慮 看一下 好可憐 然後因為 等一下接下來的投影片裡面會有一些超連結 所以大家如果有電腦的話可以去抓一下 投影片 然後裡面有一個用那個Macron 就是 已經設置好的一個SoulState的範例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 看一下齁 才可以給皮外底下 這網路有點慢 你剛剛不是跟我說網路很快嗎 沒有氣 好 沒有結婚 我老婆叫Mita 然後就是 各位如果有在用Twitter 就是可以發抖一下 大家找交朋友 然後 我現在是在Stream Boys 就是擔任Web Development 然後就拿Stream Stream Boys可能很少嘛 就是很疲的要走一下 就是現在很流行嘛 然後全端空間是 偶爾連Mobile都要寫 其實有點慘 然後我就一開再講之前 大家 欸? 真撒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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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聯繫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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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等一下就解釋 那現在解釋 就是 這裡有沒有寫過PSB 是嗎 是嗎 雖然PHP這位演員 在網路上被大家幹的很慘 可是大家知道 PHP最棒的是什麼 就是Deport 你就把檔案包一包 丟到社會上面 就可以跑來 雖然Python很好 可是 因為我們公司是 水的信用Gentle 然後推過Deport 其實 真的 他媽的很麻煩 一開始 你知道 就是在 假設我們把Python Python 很嗨 在為大航道的簡判斷的時候 我們是用這種方式 來Python 假設我們一台 資料庫 然後一台web 可能還有一台 裝備 vincache 或者是做search 我們要先 SS上去 然後 apptget 安裝一些 然後到另外一台 再apptget上去 對不對 這是一開始 大家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是用這種方式來Python 雖然 Python裡面有fabrit 當然應該也都會用過fabrit 對不對 但其實 他終究 還是在寫salescript 而已啊 你知道 在 如果 我們一直 你知道 現在網路這麼的顯惡 你看 現在整個大陸那邊 他們的網路業績 幫我們甩了 八條接惡 對不對 我們如果還在用這種方式 在Deport 更不行 不要說鬼大航道 連鐮倒塞 可能都散不距離 所以 大家都知道 在鬼大航道後半段 就是 被重回新世界的地方嘛 也有四個 軍力天下的 海的 大家都應該有看過海的網 這麼一個工程師 沒有看過海的網 從不過去啊 在Deport 也有四網 大概就是這四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有聽過 因為那個 Extenberg可能比較新 但是 那都不重要 反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Soul State 如果等一下有人要問我 為什麼 不用另外三個 就不要問 因為那時候 就是 被你出關指派 所謂Soul State 它其實 其實在做這兩件事 Configuration Benjamin 還有 Remote Execution 但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雖然這樣好像很厲害 好 但它其實就是 幫你一鍵 部署 把你的程式啊 的檔案 丟到各個 各台色的檔案 然後它的架構 假如我們現在要 逛一個網站 或者是 一個 Web Service 主要有這些層面 第一層就是硬體嘛 那可能是 AWS EC2在做事 他們可能就是 弄一堆機器 可以上去去開 然後還有第二層 就是 開一些VM 開一些E4Q 或是Lino上面的機器 接下來 你要再上去 安裝一些紋圍 然後設定一些 它的 configuration 還有 什麼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 Soul State 可以包辦 這前面的 三層 但其實 第二層那個 其實 Soul State 它有另外一個外掛 叫做Soul Cloud 它就是可以用 它也幫你包好了 很多 Ec2的API 或者是Lino的API 它也可以直接 開一台 那個機器 或者是換 機器 所以這幾層 其實Soul State 我們能夠 這個底下我們就 不要管 那 Soul State 可以做到 什麼樣的事 其實你只要用 Kamenlite做到 自己拿出來做到 對Devurper來說 沒有Kamenlite做不到 自己拿出來對不對 那個 我記得以前呢 小時候 很迷 Kamenlite 我還用過Kamenlite 來看YouTube的影片 他是用把那個 影片 裁成那種 那種 他媽有冰 那為什麼要Soul State 你知道 大家應該有看過 網上很流行的影片 我知道 城市設計師的格言 應該都有 裡面有提到嗎 唯一不產生Bug的方式 就是什麼 就是不寫成字 所以Soul State 其實不像FabritMap 你要寫一堆 或者是孤價一堆 FunctionView 他其實就是一堆 YAML的格式的分欄 然後他的文件 其實還挺完善 當然不可能 跟Janko那種 你知道 文件怪物比 在 所以他其實後段 是要Python寫的 所以大家如果 喜歡的話 可以看看他們的Soul State 雖然我是不想看 不覺得 看別的Soul State 應該沒有人喜歡看別的Soul State 應該沒有人喜歡看別的Soul State 然後這兩行是 如果有人真的忍不住 想要馬上玩一下的話 可以去安裝 因為他 Soul State 分成兩個 兩個角色 一個是Master Master就是 和Mini Mini就是那些 你要Deploy的那些機器 你要在上面裝 Mini Soul Soul Mini 然後在Master上面裝 你就可以在Master上面 控制 這些你要Deploy的機器 他們要做什麼事 就像剛剛講 然後他們之間是用 Zero 和Q在溝通 而不像其他的 另外的 三個字 他們是 好像是用 X X 在溝通 然後計算也有幾個 Soul State 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 東西 大家需要先知道 Module Module 其實就是一堆 Python的 Function 大概就是長這樣 好嗎 但其實你在 真的大部分的時間 你不會直接用到 你不 不太可能 因為不太需要 直接出呼叫這些方式 因為你會用 State 方式去寫 但State 我們等一下會講 然後所謂Pillar Pillar Pillar就是有一些 資訊你可能不方便 直接 就是把它 鋪入出來 例如只要鋪了密碼 或者API Key 什麼的 可以把它寫在Pillar裡 那個 等一下我們Demo 可能會講到 然後這個 還有一個GRAMS 它可以 拿到一些 你管 用Soul State 管理的 機器的一些 資訊 比如說 像這樣 它可以拿到 假設有一台機器 叫做 HEOS O 它可以拿到 那台 機器的 IP 它有 它裡面有 GPU 看 看機器 它有GPU 然後像這些資訊 有時候其實蠻有用的 比如說你有好幾台Web 你要在上面跑Cellery 你可能 那這幾台Web的 機器的 那個 規格不一樣 有些CPU比較少 你可能就少開幾個 Cellery 的Walk之類 你可以用這些資訊去判斷 然後如果電腦的話可以直接看一下這個 它裡面就會講 那個 Soul State 內建的一些 你可以直接用的State 那麼講今天的造型就是State 它其實是在定義 所以 你用Soul State管理的每台機器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狀態 比如說要在上面安裝什麼樣的軟體 你要跑哪些服務 然後它其實就 剛剛講它是用YAMO share的 大概就長成這個樣子 雖然乍看之下有點 奇怪 那其實我們看下面這個列寶 第一行 這裡 這裡 第一行 它其實就是這個State的名字 就是參加這個ID 你可以隨便亂取 然後第二行就是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State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把 在 Soul Master上面的某一個檔案 你事先寫好的 因為 寫好的那些 Configuration的檔案 放到 丟到那個 Soul Master上面 然後它會負責把 你可能這麼 又有多幾台DB 它就負責把 相對的檔案 丟到 你指定的那些 寫上面 然後它 一開始 內建的這些State 它可以做到 是你幾乎 幾乎幫你 平常弄好一個Service 希望弄到自己 它都幫你寫好 所以 像有一些State 叫MySQL Database 它其實就是 像剛剛那樣的寫法 然後 你可以直接 就這樣寫 直接定義好 你要在那裡頭 拿起台設備 後面開 Database 然後它的名字 或者是 Database的User 都可以直接這樣開 然後可以 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剛剛有講到嗎 因為像這些檔案 就是一個一個的State 它是放在 那個 SoakMaster上面 這個 因為這檔案就跟 裡面那個 等一下它Demo的 那個環節是一樣的 比如說 像這個 喔 對 我們先講 前面那個 有一個檔案 剛剛看到那個檔案 有 最底下有一個 Top.SLS 它其實有點類似 所謂的 man function 它其實就是 在上面 定義 假設 你有好幾台 機器 然後每一台機器 你可以幫它取一個名字 可以叫它db 叫它b 叫它web 然後直接這樣寫 在這些機器上面 要跑哪些東西 然後像CMAS上面這些 mysql.server 或是mysql.server 或是mysql.server 就是 在這裡 定義好的一些State 然後它底下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看到的 那些一行一行的 夜幕 然後還有就是它 因為 剛剛有講到 你要先在每一台 迷你 你要關聯機器上面 安裝SoakMini 那它 然後要把 SoakMini的 那個配置 有一個 指導 SoakMester 這個db 那 SoakMester 要怎麼指導 或者是 萬一所有人 任何人只要知道 我SoakMester的IP 他就可以把他的機器指導 我給大家 然後我就不想可以幫他 我所有的機密 和程式都 不會掉到他的機器上面 所以這裡就會先去 驗證 連到這一台 SoakMester 用那些機器 那你要不要接受它 然後 讓你把東西 丟到那上面去 然後他 Depoint 其實就是這一行 不過 因為我們現在 只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他的 我可以直接進 那個電報 因為這樣講 大家可能沒什麼感覺 太吵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台 用那個 Background 開好的 VM 然後上面裝的是 12.04 就是剛剛那個 Ripple 上面 的那個 配置 大家可能等一下 或者人家可以自己玩一下 不過 因為剛剛有提到 那個 SawStack 它 最正統的架構 是有一台 Mask 然後好幾台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不可能 做為了Demo一下 就跑去開 開一台Mask 所以 然後他有另外一個 就是專門給你測試用的 叫做 Masterless 的模式 就是你只要安裝一台 就 在任何地方 可能自己的機器 要安裝 那個 SawMinion 然後在 那個 在SawMinion 的 Configuration 面指令 Master 是 就是這行 就可以直接 開始 欸 看不太到嗎 這是第一行 好 那我們先開電話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現在這台機器箱 什麼都沒有 只有裝了 SawMinion 在底下 倒數地 這裡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現在假設 可以先來 我們要建立一個User 就可以寫這樣的 寫這樣的 State 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定義 就是我們要建立的那個User 他的名字 然後還有他的加入路 就只要寫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執行一下 然後他就開始做那些 可以定義的寫 然後這裡就寫 他已經成功的 創立一個User 我現在可以看到 加一個User 就放出來 不用麥克風的話 後面的女的刀 算了 後面然後還沒有這樣 沒關係 謝謝謝謝 要告訴我 那假設讓我們 要做一點別的事 對 剛剛有講到那個推的Piller 就是 應該我們可以 先定義好一些 先定義好一些 就是 你可以把情形的 就是常數 你可以等一下在State 裡面有 例如 我可能要一口氣 建立好幾個User 那我們其實可以在State裡面 State裡面用那個 GinGen的那個 Template的語法 可以直接這樣子 有沒有 本來大家都應該都用過 Template 就可以直接這樣行 然後 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直接再執行一次 剛剛那一行 Depoint的 有沒有 然後想幫他修一下 之後臉書要出來 不覺得很開心嗎 好 大家可以 沒有要體會 當初 一開始 什麼都不懂 每次被 被教訓 Depoint的機器 我就要在那邊 appt.get install 什麼ncs 然後等到 忽然 自己第一次把 受體 拋起來 那種 快感的 我以後再也不用做那些屁事 它可以有稍微複雜一點的 例子 像是 像是什麼 可以 試試看 直接 安裝 MySQL 然後 直接 建立一些 資料庫 還有 圖寫 像這行就是 像這個 pkg 就是package 它其實就是安裝那些 package 然後像這行 它可以直接控制 它有另外一個 寫法 就是watch 像是 這個檔案 my.cnf 大家都知道 就是MySQL的 configuration 那你改了configuration之後 不是要 restart MySQL 如果加了這一行 watch 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自動偵測 你自己改了 configuration之後 它自己會幫你 restart 那個 MySQL 但通常 大部分的情況 都不會這樣用 因為 你可能只是加個空格 它就幫你restart 但這種行星也可以用在 那個 deploy 或者restart 那個 U.SGI 假設你有用 U.SGI 的話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試一下 它會不會真的 建立好 蠻深刻的 不過這邊好像 王國五分 可以 直接 進入到 提問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問題 好 要跑一陣子 可是 每一種不同的 物或事情 其實都已經有 喜好的活著 對啊 所以 有一些比較 common的東西 你知道 色澤型的阿門 可以小便 是的 謝謝 謝謝 他家有問題嗎 沒有 好 會不會 他沒跑完 但是 大家就有什麼問題 那我在那邊不是在看幹嘛 我問一下 如果你當跑 譬如說你當跑的話 他會顯示說你修改了哪些設定檔的差異嗎 會 但是 他會 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因為 因為他每一個State 假設是 File的State 他在這裡 有個Change 有沒有 他就會告訴你 改了哪些 就是像 Git和Leaf的那樣的方式 只是 因為這個 State 他其實 沒辦法用那樣的方式 那你 他習慧 請問一下有沒有那個 rollback的方式 rollback的方式 嗯 嗯 那可可能 就等 因為我 我有自己寫了一個 module 就等到自己 其實還是做得到 但你就等到自己寫 那個module 就是你自己去猜 說假設他 嗯 因為我們現在 比較接近的做法是我們之前 有一個這樣的需求 就是 我有一台 就是State 的機器 我可能是要測試用 然後我要 deploy GitHub上面的 那個report 某一個branch 我要可以 就是動態的 deploy不同的branch 但他內建 就沒有辦法這樣用 所以你就得要自己寫 但應該是類似的 那個道理 OK 好 現在可以看到 他已經 建立了 如果不相信的話 他已經建立了 剛剛的 新的 資料庫 大概就這樣 還有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你們會用自己 架的 比如 PYPI 車子 之前有 有在研究過 因為 其實大家有沒有用那個 Travis DI 然後上面去跑車試 跑一次通常都要好久 都要快 跑了快半小時 脈幾乎都是脈在那個 PY 去下台那個 對不對 然後他最近是不是有一個 是不是就是用那個什麼 WILL 對啊 不是沒有用 但是有 之前有 有在研究 所以現在還是 轉過來去 包起來 對啊 但就是有另外一個同事 有試了一下 就是把 整包 包起來 然後就 他就是一個WILL 有人這樣試過 跑一次 其實很快 原本要拜訪的 現在只有5分鐘結束 可是因為還沒有 正式的 開始投入 對 我想請問一下 他那個 是不是每隔多久 會去自動做Depoint 喔 他有另外一個 功能叫 就是schedule的功能 但他默認不會打開 因為太危險 但你可以 這個是有人做得到 好 不是說要討論為什麼 Mate都會想 schedule的嗎 你還記得那個 我記得你寫 呃 呃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看過那個 Rails Girl的 那個影片 大家應該都看過 雖然就算 我不會寫Rails 你還會寫Rails 你還會寫Rails 對 你不覺得那影片 數值之高 身體有點後悔 為什麼要寫牌子 哈哈 但是如果硬要講的話 其實我之前看過一篇 國外的 就是Depoint的文章 他們有 他們 他們有去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訪問很多美國的 一個大學生 或者是 反正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 他們就列出一堆 程式語言的名字 然後問 那些女人 你喜歡哪個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根本不知道 這些程式語言是什麼 不知道 有什麼C啊 Java啊 Ruby啊 Python 你知道第一名 就是Ruby 為什麼你聽到 對 因為他嘛 就是他名字 取名字這次就贏了啊 Python是什麼 蟒神 誰 哪一個女人喜歡誰 好 好 我會不會以為 只是一個學團 你看到這邊有人問 我知道 一百一個 好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